民黨台中市長候選蔡其昌召開記者會公布兩段搜證影片 指控盧秀燕動有公務同仁 對到對手舉辦的活動現場勤搜監控 痛批這是白色恐怖 而面對這樣的指控 盧秀燕上午呢 同台台南市長候選謝龍介搭捷運交流示證 那麼看到指控這樣的情形 他則是冷處理 說上班時間不談選舉 蔡其昌市場敗票 這名男子拿著手機一拍完照片立刻打字 疑似在回報現場狀況 公園市政說明會也出現疑似盯場的包商 動用公務同仁去做政治徵訪 一路攝影回報 尾誰 台中市曾幾何時淪落到如此遏止糟糕的地步呢 蔡其昌召開記者會公布這兩段搜證畫面 痛批盧秀燕敗壞臺灣民主 把選舉搞得像白色恐怖 違反行政中立 對不起因為上班時間市政時間不談選舉 謝謝大家 面對質疑盧秀燕一貫冷處理 3號上午他陪著台南市長候選人謝龍介 一起從捷運南屯站搭到市府站 被炮轟用市政行程包裝選物 他反駁不管中央地方官員來訪他都樂意交流 蔡其昌說出重話要求盧秀燕要調查清楚 市府事後只透過新聞稿否認有情搜監控 還澄清影片中被拍到的男子並非公所同仁 也不知道他的身份 選戰進入最後衝刺關鍵 藍綠纏鬥相互攻防 據者方品文科技高 A3G小組台中報導